大家好 各位觀眾請你了解中行政在地文化的水 中華政府邀請在中華舒緩台下美術下 辦理時間軸中行政結束概率空間結尾作品展覽 創作者利用中行政這個程序 依照空間所保留的機體刷射進行結束概率 除了觀眾探射以及提案中行政的流速風景 歡迎鄉親吳言可以到中華期中行政提案揮鼓 以及創新的世界相演 中華中行政是國防部選項全53位貫存文化保存庫記憶 也是中華官現在為它保存最完整的貫穿 自民國九十八年官本的官方落書牽出去之後 九十九年的時候中華官政府中行政定路作為歷史建築 並且在一百十二三月調整定路作組入建築 根據管護中心整理幾位 讓中行政可以中行劃力 這次中華官政府邀請總書台秘書書宣 以時間做中行政結束概率空間業務進行創作電纜 將中行政空間所保留的機體進行結束概率 斷了觀眾探射和提案中行政的歷史風景 這邊事實上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地方 我們剛來的時候其實就覺得這個空間跟一般的眷村長得不太一樣 那後來建築師告訴我們說 這個地方其實它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沒有一戶長得是一樣的 那這個眷村沒有階級的差別 就是你是將官 你是軍官 你是士官 住的房子都一樣 那生活非常艱困 所以因為艱困的關係 住久了 人多了 開始加蓋 增建 改建 所以每一戶就從本來很小的空間變成有二樓 然後有一些增建的部分 所以說你進去看的時候 你看不出來像一般的眷村那種統一的格局 但是細心看的時候你看到那個地板鋪了三層 每一層可能都代表了一個時代的風格 一個時代的材料 一個時代的美學 然後那個鐵窗 那個牆壁 每個地方都是有時間累積的痕跡 裝飾我們全國十三個眷區裡面 保存之一 也是我們彰化縣非常完整的一個眷區 也是唯一的一個眷村 那在民國98年 我們的這些眷村的這個住民 他們這個搬禮之後 在99年彰化縣政府把中心莊登入為歷史建築 那到了110年 我們就依據現有的文字法 把它修正變成我們的群聚建築群 聚落建築群 那經由縣政府的一個整理 讓我們這個獨附有我們這個特色的中心莊 那第一期工程也呈現給大家 那我們第一期工程也進駐了一些青年朋友 讓這個更加的有活力 那我們除了這個部分之外 也要特別謝謝我們 我們的一些團隊來開始來做這部分的一些空間 藝術的一個介入 讓我們視覺的空間呢 跟空間的這個有不一樣的一個享受 王官長也感謝鄭蘇臺 導致大學社會 這個臨時政劇委兼富裔 這次的技術改立空間劇委 希望讓技術改立空間的效應可以持續更大 天氣到近年底為止 歡迎大家全翁體驗 懷舊有個創新的時刻享用 新中華新聞 北邊林中華 彩虹伯德 我們今天會看 張智蕊老師 對本師的